好 还是老规矩 只有五分钟 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小夕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还生我气 我没有啊 我没生气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也不会有短信 不是你说的 让我离你远一点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怎么不是呢 陈炯 在泰国的时候 是你亲口跟我说的 让我别再缠着你 好 我做到了 那我想请问陈先生 现在是谁缠着谁呀 服务员 快一点 好嘞 好 你还有三分钟 小夕 我从泰国回来以后 我一直想着你说的话 你说的是对的 如果我还是因为害怕的话 我不敢重新开始 就算我病治好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曾经以为 我离开你 对我们都会好 我以为这是对你负责任 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还是在逃避 我不想逃了 只要你愿意 我不愿意 陈炯 在泰国的生活 给过你结婚 是你自己放弃了 现在你又后悔了 你当我是什么 晓曦 留意了 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也是刚刚想明白 你想明白了 我也想明白了 你以前不是问我 有没有重新开始吗 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已经重新开始了 我现在有了一份新的工作 每天都很忙 我没有时间 管你那些破事了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行吗 小心